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很多人发现电报超级索引机器人不能用了 网传是被抓了 这个中文最强搜索机器人未来也就不能用了 今天借这个机会给大家分享几个它的代替品 同时借这个机会再给大家分享一下 电报如何解除新手设置 如何看小姐姐 就是解除敏感内容的限制 如何保号等一些问题 首先注册说一下 这是我的小店 我卖了很多电报账号 所以也比较了解电报这款APP 大家如果有需要 可以在视频下方我的小店支持我一下 如果你注册的时候死活收不到验证码 那就是你IP的问题 建议大家直接换代理工具 简单说一下为什么 你买的机场或者VPN 我也可以买 大家都可以买 那网上会爬虫的那些高手买了之后呢 人家用买来的这些节点批量注册 或者是做营销的一些违规操作 被官方发现以后呢 这些IP就会被官方拉黑了 你再用这些节点去注册 第一就是触发不了验证 第二 就算你购买成品账号 用这些节点长期登录 账号也因为这些黑节点被官方标记 也就是账号被连做了 最终账号大概率是会被官方封号的 所以注册的时候需要一些干净的节点去注册 市面上有很多电报的版本 这里大家一定要认证官方 谷歌搜索Telegram 第一个才是官方 官方下载下来的都是英文版本 只有你登录账号以后才可以汉化 你下载的不管是电脑客户端还是手机客户端 如果直接是中文版本的 那一定不是官方 而且有时候必须是最新版本的客户端 才可以接到验证码 所以大家注册Telegram收不到注册的验证码 以上两种情况是主要原因 超级索引虽然不能用了 但是它还有很多同类的代替屏 首先来介绍第一个电报机器人 打开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我会放到视频下方的描述栏 在浏览器里打开 就是这个集搜中文搜索 然后点击打开Telegram 点击开始 这是一个搜索机器人 你可以向他发送关键词来寻找群组 频道电影音乐视频 还可以使用ChatGPT 它与超级索引使用的方法是一样的 输入关键词 点击搜索 就会出现不同的频报 再来介绍第二个电报机器人 超级搜索 就第一个超级搜索 点击开始 这里可以焊化 点击频道 它就出来了 然后你搜索关键词 比如说电报 它就会根据你的关键词 发送20个电报群组 当然了 这里也可以看小姐姐 比如说搜索关键词 欧美呀 或者是日韩呀 这里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与它相类似的 还有索引秘数 点击第一个 点击开始 这里也可以焊化 同样输入关键词 它需要先关注这个频道 关注一下 然后返回 再输入电报 这样就可以搜索出电报群组了 点击这个按钮 这里有一个 nsfw 它是node safe for work的缩写 大概的意思就是18斤 这里有老司机啊 一些内容 更多的功能就靠大家自己去发掘了 再来给大家介绍一个 在里 gram 中文搜索 大家看一下中文搜索引擎 中文搜索全能网 中文搜索群组频道 这几个电报机器人都能搜索 那么接下来讲一下 如何解除限制 这里的解除限制呢 是有两个意思 也是有两块内容 第一个呢 是新号有一些限制 你刚注册的一个 新的telegram账号 是无法主动加好友的 那怎么解除这个限制呢 我刚注册了一个新号 然后拿这个新号 来给大家做演示 搜索官方的电报机器人 第三个 后边有这个蓝色对号 这个官方标识的 这个是官方的机器人 点击这个 点击开始 这个大概意思是 我们会有一些限制 点击这个 第一个选项 那肯定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些 这个大概意思是 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错误 那是为什么呢 咱们输入accent等等 那它回复咱们是这样的 如果这是一个错误 我们将尽快恢复你的账号 大概半个小时或一个钟头 就可以解除这个新手设置了 比如现在咱们去搜索我的账号 看现在是无法主动发起私聊的 就是为了解除这个限制 第二个的话是解除一些敏感内容的设置 咱们需要在网页版或者是windows客户端登录 点击设置 然后点击隐私 下拉 这个敏感内容这块勾选 就OK了 既然说到设置这儿了 咱们就可以打开两部验证 创建密码 继续 输入密码提示 点击继续 我建议大家输入这个恢复邮箱 为什么呢 如果你这个两部验证的密码不小心忘记 它是可以通过这个邮箱 找回这个密码的 保存并完成 然后在邮箱找到这个验证码 输入验证码 这样就成功了 设置这个两部验证是非常重要的 它是为了防止这个手机号的主人 通过短信验证码找回这个账号 就是这个手机号的主人 想通过这个手机号登录Telegram 它除了需要手机验证码之外 还需要咱们的两部验证的密码 才能登录这个账号 入完两部验证 这个账号才算是咱们自己的了 当然了还可以设置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锁定密码 防止别人看到咱们账号的信息 手机号码 这里选择没有人 点击保存 群组频道 谁可以拉您进群组 点击没有人 点击保存 这里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设置一下 接下来说一下如何保号 我的Telegram客户端里边 有这么多验证码的信息 那是因为Telegram首次注册 需要在手机或者平板客户端注册 用手机号接验证码来登录 之后在别的设备登录同一个账号 就需要在登录好的客户端接页证码了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是我小店的账号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添加账号 然后复制这个链接 在浏览器里打开 然后把这个验证码输入到手机 69103 输入名称测试 这样就注册成功了 那么如何在电脑登录呢 同样的点击这里 下拉添加账号 在设置 设备 扫这个电脑上的RM码进行登录 也可以使用手机接码来验证 再贴下一步 大家看到 验证码就发到了你手机的客户端上 88794 88794 下一步 除了第一次注册的时候 它是通过短信来接验证码 当你注册成功以后 在手机或者平板登录以后 在其他设备登录这个账号的时候 它这个验证码是会发到你的客户端上 所以大家想要长期的使用一个账号 最起码要保证两台设备同时登录一个账号 不管是两个手机或者是两个电脑 或者是一个手机一个电脑 要保证同时两台设备登录同一个账号 这样呢 你手机客户端不小心退出登录了 你还可以在电脑接到手机登录的验证码 或者是你电脑端不小心在设置里退出登录以后 你还可以在手机客户端接到电脑登录的验证码 这就是保号的教程 下个视频我会分享一些电报的使用技巧 还有一些电报好用的资源和玩法 OK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个视频见 咱们下个视频